我們今天來一個實測一下 到底窩電流 到底要開幾% 還有到底哪裡有差異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都不重要 我會建議大家呢 你還是要注重的是 工商時間97M 馬跑三樓 德國有機棉 超輕膚T恤熱賣中 在蝦皮衣上架 大家好我是小魚 有看過我之前馬力機的介紹 相關的一些窩電流的那些寫圖 所以大概我們玩了也玩了大概兩個禮拜了 那今天呢我是來做一個測試給大家看 我們這種叫做有窩電流的馬力機 那窩電流馬力機呢 大家都在測試馬力一定會說 你這台車跑幾匹馬力幾匹馬力 相關的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一些慣性的啊 慣性跟窩電流在第一集已經講過了 那我們這一集呢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窩電流到底要開幾趴 窩電流呢 它的電流量呢 它有可以測試路主 可以測試相關的一堆 那前面已經介紹過一些路主啊 然後窩電流趴數啊 一些相關的 那平常我們在測試窩電流的時候呢 到底要開幾趴 那開幾趴會不會有誤差呢 我們今天來一個實測一下 到底窩電流到底要開幾趴 還有到底哪裡有差異 那我們就直接拿一台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是老闆娘的QC 就我們直接用原廠的QC 然後拉馬力測試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當然我們同樣開窩電流的趴數 然後去測試給大家看說 窩電流到底是哪裡的差異 船洞呢還有分代船跟定船 那代船跟定船呢 又有差異 那代船的時候呢 跟定船又不同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啊 拿到的數據得到的結果 大部分應該都代船喔 定船的部分呢會比較少 定船主要是測試 這顆引擎的出力 可是定船說不定還有誤差 因為定船的話 我們這種自動變速的車有定船片 我有去跟 SMK 秀豐去買它的定船片 那它這個裡面的大小呢 都是跟近戰一樣 它的定船片呢 從9mm 10mm 然後 11mm 12mm 13mm 14mm 總共有6種size 那當然每一種size 也都沒有誤差 我們下一集呢 我們再來測一下 定船片的誤差 那我們到時候呢 再用定船片的誤差 來測試出來的結果 給大家相做比較 這測試的結果呢 就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說 其實有時候有一些測試呢 都會依照一些外在因素相關的 都會有影響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到時候再去做殘酷的一台測試一下吧 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呢 我們先看 同樣就是這個傳統是有改裝過 那我們先看改裝過以後呢 直接測試渦電流開幾%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測試的項目的基準 就是以我這間馬力士 然後以我這台Dynostar D50渦電流版本來下去測試 那我們就從測試的方式呢 從0%不開渦電流 那不開渦電流0%的時候會有慣性 到時候會錄這個馬力機的影片 放在下方給大家看 0%出來的馬力 然後再來就是10% 那每一個版本呢 每一個%數呢 我們基本上我先熱車熱好以後呢 每一個%數我們會拉大概有3次 3次以後呢 平均取標準值 我已經拉到它平均都已經穩定了以後呢 我們大概拉到那個數值的時候 大概是那個馬力 那傳統都不動 車子輪胎也都不動 同一台車也沒有別的車 同一間馬力士 同一間馬力機 然後一些相關的 最多只有空氣 因為這一個進氣溫度呢 時間久了以後 溫度一定會比較上升 我現在有開冷氣 時間可能會上升 這個我們有問過其他的廠商 他們就說其實都會有影響 所以馬力士在建造的時候 它的循環空氣是很重要的 那沒關係 這個東西我們都先秉足 我們就當作同一台車 同一台馬力機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測試 我電流從0% 10% 20% 30% 40% 然後我們這樣一直開上去 我覺得應該到50%已經很離譜了 我自己測試的 已經有點像上坡了 那平常我們 我自己測的感覺 像35%比較像真實的道路 35%我自己有測試過 那這次我們來測試一下 每一個%會影響到哪裡 然後差異到哪裡 我們在之後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那現在二話不說 我們先把熱車熱了以後 我們先來拉個0% 先不開窩電流 看一下 走 我們現在開始測試 那我們先從那個0開始 時速 然後短數夾 然後檔位正常 負載設定0 這邊設定0 窩電流開是0 好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測試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下面這邊會顯示窩電流的數量 所以這邊你會看到窩電流有開幾% 在儀表的下面這邊 儀表下面這邊會可以顯示窩電流的%數 那我們就直接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0%的是7.9%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它的轉速到後期的時候它會無限的上去 發現它沒有入主的情況下沒有窩電流的時候它轉速就自己會上去了 那轉速上去其實後面再拉就是掉馬力那些沒有用 然後它傳動也都不會換檔 這是我目前自己的體感 因為平常你在路上騎這台車根本不可能會有到這麼高轉 將近9000轉 因為傳動掉只有掉8000轉 二話不多說我們再拉10% 然後一樣再建一個檔案 然後一模一樣 一樣再建一個檔案 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在這邊調成10% 再來看一下它測試的結果會不會有什麼出路 好那我們10%拉完了 10%拉完出來的結果平均值也是在7.9%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基本上都拉到80% 因為這台車在路上大概就騎到80% 我們最後再來看窩電流時速上面的差異 那現在我們先看馬力上面的差異 現在10%也是7.9% 那我們現在繼續拉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現在把它調成20%了 這邊我們把它調成20% OK 20%的部分我們也測出來了 7.7 7.8 有差異一點點 因為它基本上現在目前測試起來 它轉速還是偏高 8800 8700 8900 都已經轉速過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開到30% 好那我們現在30%拉出來呢 7.6 7.7 就稍微已經有掉了快0.2了 好那我們現在再往上再加40% 我們現在再往上再加40% 我們現在再往上再加40% 現在40%的狀況呢 時速已經上不去了 時速到54%左右而已 可是這是類似GPS 測出來54 所以如果以表數的話 大概有個60-70%一定有 很簡單原廠車 這台車老闆娘怎麼拉也在拉80% 我大概抓也大部分80% Q10 E15 大家那個Limi E15應該都測試過 大概都80左右就很難上了 那同樣的結果我們會用這樣去模擬 到時候我們等一下算秒數 那50% 60%我們就不測了 因為它已經上不去了 然後它的馬力也掉了 我們等一下來看講解 我再拉特別多一次我的35% 為什麼我會拿35%去測試 因為我已經拉過這台車的測試 我再拉一次35%給大家 等一下圖表講解就好了 因為現在真的太吵了 好 好啦 那其實剛剛有拉過這麼多 我看到這邊總共有20次了 在圖表中都看得出來 像它這邊沒有寫XL 就是沒有渦電流沒有開 那這邊就是10% 20% 30% 40%跟35% 剛剛的圖表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說 如果你有仔細看前面的影片的話 那些我用GoPro錄的影片 它就很明顯的是 其實轉速就超明顯 你會發現它的%數開0%到10%的時候 我們把它各抓一個出來看就好 我們不要全部都抓 我們各抓一個 都抓最後一次 0%的 然後10%的 20%的 30%的 40%的 最後一個35%好了 好 我們現在全部把它抓出來以後 可以看到它的圖表這樣重疊在一起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很簡單 第一個下面是時速 時速到80 然後這個時速到70 這個時速到54而已 這個是白色的到54 那就是它的%數的問題 那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轉速的問題了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右下角這邊 它雖然出力的轉速是7800轉 7800 7600 8000轉 7800大概出力轉速都差不多 在7800到7.9 到8000之間 這很正常 可是它的馬力呢 從一開始的7.9P 到後面 你只要開到30%左右 30%已經掉7.7 就已經掉0.2 然後35% 40%就又再掉了0.2 從前面這邊看到40%這邊 40%它就是7.3 7.4而已 然後如果是35%大概是7.5 然後30%大概7.7 20%大概7.8 10%就是7.9 跟0%都是7.9 表示它的渦電流是模擬路主的煞車 0到10%呢 基本上跟有開跟沒開是差不多 只是帶一點點阻力而已 那20%下去呢 阻力就開始提升 它的馬力就會開始有一點 應該講說比較準確一點的 它就可能會掉一點點了 30%會最準 再來就是40% 然後我自己平常呢 在拉的馬力都是開35% 35%的原因就是因為 35%我測試起來 最相近的最大原因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圖表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邊呢 改成是轉速 轉速的部分呢 其實大家在這邊就會超明顯 我直接拿比較簡單的版本 來給大家看 如果你看到的是0%好了 0%的部分呢 它轉速就是直接上去了 你看它轉速就直接上 完全就直接上去 然後上到最後呢 它還將近上到8700 8800 然後或者是10%的部分 10%的部分 你看到上到8800轉 那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圖表的 35%叫出來 我這樣最長的35% 35%的時候 它的轉速基本上 它就有點上不下去了 尤其40%最明顯 看到40% 你看48 8200 8300 正常的船動 我們帶船再度上騎 你覺得我們調8000轉 有可能拉的上去嗎 除非遇到下坡 比較特殊狀況 然後拉比較久 有可能會下去 那這個呢 40%呢 將近會有個 比較像是真的傳動 它會在這邊就會屌住 8200 8300就卡住 讓你推不上去的這樣子 那35%呢 也是會有一點點屌住的部分 所以我會開到35% 它已經那個速度都掉了 所以它最大出力大概8000轉 你看到這邊8000轉 最大出力 然後它就直接往下掉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看30%好了 30%的部分呢 你看它轉速還是照上 30% 8600 8700 這邊8800 8900 它的數字已經上來了 所以說30%還是會上 只是上的慢 它還是有明顯的掉 可是它不是直接垂直掉 表示它的阻力還不夠大 你看喔 它只要 這是除非收油換檔 才會有這樣子 要不然它的阻力的掉法 就會比較特別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它的掉的曲線 它的垂直掉法 會稍微的 比較稍微的不同 所以渦電流在開呢 它其實會模擬入主的部分 那至於幾%呢 我覺得 就要看 因為小動力的話 其實 35%應該就已經很明顯了 可是我覺得動力大 35%還好 可能要再往上加 那我是覺得 抓個平均值而已 這個沒有一定 那我們覺得 就先拿原廠35% 然後接下來 我們再看時速 時速是最彈度的 剛剛時速已經看到了 40%已經到54%上不去了 然後35%的時速70%上不去 其他的都有到80% 我都故意有拉到時速80% 那我們現在來看最狠的東西 就叫做 時間 這一個呢 時間呢 是所謂的測試時間 我們從 左邊是0 然後測試到 將近15秒 10秒 幾秒 很多都有到80% 只有35%跟40%沒有到80% 我們先把這兩個關掉 35%45%到80%關掉 現在每一個都有80%對不對 現在兩個燈我們關掉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切換成時速 這邊都到80% 每一條線都有到80%對不對 好 切換到時間 你可以看到 這個要14秒到80% 藍色的14秒到80% 藍色30%要14秒到80% 然後其他的不管是0% 0%的是咖啡色 咖啡色10秒到80% 10秒到80% 然後10%的話呢 是綠色的 綠色是10.5秒到80% 20%就是 9紅色呢 是10.8秒到80% 所以你開20幾%的時候 還是沒有效用的 就是他的秒數基本上 就不符合標準 因為這台車 10秒鐘到不了80% 那當然啦 30%的時候呢 他已經14秒到80了 14秒快15秒多才到80 這個就是很正常的 這就比較正常 所以最少我覺得開到30% 那我們現在把紅色的叫出來 紅色的呢 他的實際數字呢 是35% 35%的部分呢 他的時數只有到70 這邊70 我剛好故意看到拉到70 那拉到70的時候呢 我們轉換成時間 他14秒15秒的時候 他才拉到70 其實大家可以測試看看 應該是比較準 那當然我們再把白色叫出來 因為他的時間比較 根本拉不上去 所以他的時數就拉不上去 然後不管10秒 我覺得再拉到14秒15秒 他也是拉不上去 因為他已經屌住了 所以他這個時間 我們後面沒再測 要不然他基本上就是在拖 那他的那個時數呢 大概就是只有50幾而已 我記得 時數只有54而已 他其實到50左右就開始拉不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秒數的問題 那圖表呢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大概就是總結一下 所以說呢 很多人問我說 瑪力幾匹 瑪力多少 然後瑪力符不符合 以前我們也有去測過瑪力機 我的車也有去測過瑪力機 只是我測的瑪力呢 是都有握電流的 我測出來的瑪力呢 其實不大 所以我爆出來的瑪力其實也不大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都不重要 瑪力只是一個參考數據 我會建議大家呢 你還是要注重的是 第一個是時間 剛剛看了 沒有時間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呢 你還要看的就是 例如說 這個車子 在未改傳動 或者是未改電腦 或者是未改什麼情況下呢 是幾匹 做完了拉滿馬力 相關的是 是幾匹 提升幾匹 這才是重點 然後或者是秒數提升了多少 這才是重點 那至於如果電流 有開跟沒開呢 它會影響到測試的時間 那測試的時間 除了一個是精準度 再來就是因為它少了入主 然後其實我剛剛這台車呢 我後面是用綁的 所以我沒有上去做 直接用繩子拉著 那其實我們也測試過 不管我的體重多少 下去測呢 其實差異不太大 再來車子的一些輪框的重量會有差 一些小小的東西會有差 那可能都是誤差都一點點 蠻多東西會造成誤差來 這個機器呢 是在做調整 所以你要以同一台機器去做比較 才是最精準的 每一台機器可能也會有誤差這個東西 是可能會有的 我覺得是可能 可是照他們廠商跟我們講的 我也問過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誤差 廠商跟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測試的儀器 測試的儀器就是不能有誤差 如果有誤差 這就是有錯的 因為簡單來講 它的比喻就是跟我們講說 今天我給你一把尺 一個Nolins 一個皮尺 請問一下皮尺量出來的 100公分 10公分 跟別的皮尺量出來的 10公分 100公分 會有誤差嗎 除非你的量法量錯 要不然標準上面是不會有誤差的 所以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是 標準上來講 應該是不會有誤差 除非你用的東西量法不同 例如說 我們用的是 手量的 大概這個手這個長度 那這樣子量 量六個手 那這樣子到底幾公分 那當然這樣不準 可是如果今天是精準的 測量儀器 應該就是要每一台都一樣 那當然上面的誤差 在我們大家都會有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大家就 再自己去看一下 可是我覺得測出來呢 幾匹動力呢 不是重點 是你原本大概是幾匹 改完多少 然後呢 做你跟你原本的改裝去做比較 那這樣子有提升 就表示得到了更快的數據 更快的速度 等等相關 當然測試的秒數 跟相關都會有影響 那今天我們就一個殘酷的測試一下 渦電流要開幾% 因為大家其實 對於這個渦電流的部分 常常會問我說 老闆要開幾% 開15% 25% 35% 40% 那我們今天就拿一台原廠車 讓你測試一下 原廠車大概幾% 會同等於它的真實道路 其實我們改裝車動力更大 是可以增加 那也可以去做模擬就好了 因為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講說 這是滾輪 滾輪重量會影響到你渦電流開的趴數 每一家的滾輪重量也會有誤差 所以趴數也會有差 這部分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說目前我這台測試出來 是用35%是最符合標準的 所以我幫客人測 大部分都是開35% 那至於訂床的部分 我們改天再測試 今天測試 渦電流到底要開幾% 比較符合真實呢 大家自己覺得開幾% 剛剛看的畫面 覺得開幾%比較真實 下面留言 然後至於要怎麼樣開呢 可以自己決定 今天的殘酷測試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掰掰